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杯子蛋糕 第一选项粉色的杯子蛋糕是樱桃口味 而第二选项橘子口味 最后第三选项就是清零口味 对应这次的主题 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简直奔不得他 当下的你会选择送给对方的是哪个选项的杯子蛋糕呢 选好的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轴 这次要猜的主题是 来自对方的情书内容说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这本的主题是 来自对方的情书 抽神医白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至于你的情书里面内容写些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一下来自对方的情书里面说些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很想要让这个感情更上一层楼 他很确认他将来要一起走 走到永远的就是你了 你是那么的有吸引力哦 他想要忘记你忘不掉 无论日子多忙碌 他都会想起你 他觉得跟你之间就是有缘分的 跟你有之间莫名的一个连结感 画学效应好强哦 他发誓这就是他要的感情 他不再怀疑了 这就是真爱 给选到第一组 来自对方的情书里面内容说的 首先你自己拍卡来看 他想要确定 他想要跟你说他已经确定了 你就是那个他要走一辈子的人 他希望你可以接受他的邀约 去让这个感情更上一层楼 在没有你的日子里 他会一直想起你哦 无论多忙碌都好 他都一直在被你吸引着 你就是那么的吸引着他 你就是那么有魅力 跟你之间有莫名的连结感 就好像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他发誓他真的觉得跟你之间的 那个化学效应是很强的 用言语是难以表达的一种 很莫名的强烈的连结感哦 看塔罗怎么说 来自对方的情书还有哪些呢 还有什么内容 他是一个慢热的人 但他现在很肯定哦 他心中是有你的 他想要跟你走得长远 因为他发现没有你的日子 他无法相信哦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会一直想着你哦 他现在很果断的给你一个确认 给你一个答案 他相信你就是他要找的人了 他想火力十足的冲向你 去告诉你这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肯定了 他不再怀疑你们之间的这个爱 他要跟你升温 让这个感情更上一层楼 其实初次见面他就已经爱上你了 甚至可能是一见钟情的 由于来的太快 所以呢他过去就是不敢给你一个肯定哦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了 尤其是跟你分开的日子 他想你想的不得了 他很清楚的意识到了 他是不能没有你的 所以呢你放心哦 你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一个稳固的位置 是打风也打不掉的一份稳固的感情哦 想劝着你的手走向快乐幸福 请你别离开他 没有你的日子呢 他的心是冷冷的 只有你能够温暖他的心 这些都是发生内心的真话 他可以为你放下他的自尊 放下他的面子 去承认自己的脆弱 承认自己那么需要你 放心吧 接下来他会做正确的事情 他会对你公平 他会对你好 你不会后悔做这个决定哦 请你接受他的邀约好吗 可以选到第一种 来自对方的情书 首先呢他很肯定呢 他心中是有你的 嗯 他要让这个感情升温哦 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其实初次见面呢 就对你产生了好感 但由于太快了 所以呢他一直逃避 不肯面对不肯承认 自己深爱着你 但没有你的日子里 他的日子就是晴天霹雳的 他发现他已经不自觉的 对你产生了依赖 他很果断的告诉你 他肯定这就是他要找的真爱了 想把这个消息说给你听 想立刻马上的 冲向你的面前去把你紧紧的抱着 告诉你他不能没有你 你放心吧 你心中 在他的心中 你已经有一个很 不法动摇的一个位置了 一切的过去 那个暧昧不清 那种拖泥带水的等待呢 已经告一段落 他想让这个感情走向幸福 走向美好 让这个感情升温哦 他会对你好 他会做正确的事情 请你别离开他 他现在已经就是发现了 没有你他的日子是寒冷的 所以你能够给他这一份温暖 他愿意向你承认他的脆弱 放下面子承认他的脆弱 承认他那么需要你 因为他真的对你动了真情 看自卡什么时候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有时候单单爱是不足够的 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他无法停止一直提起你哦 因为他心中想着的都是你 你已经拥有了他无条件的爱哦 对你的付出是不要去回报的 见到你开心 他已经得到了他要的回报 他爱你因为你信任他 不知道他是否足够好呢 对你而言 他足够好吗 请你给他一点时间 他比较慢热 他会慢慢的对你抢开心房的 你一直以来都是好真的朋友 跟你相处很愉快 你是最懂他的人了 他戴着面具 你就能够看穿 只有你能够看穿他的面具 过去的他不相信真爱是存在的 自从有了你之后 他才相信原来 童话故事般的那种美好 那一份真爱真的是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哦 给选到第一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亲爱的 但但爱情是不够的 他就是那么务实哦 所以呢 他可能会如果 他比较慢的走向你 虽然他爱上你了 但他过去可能曾经逃避 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够好 自己的进去可能不是稳定的 所以都不敢向你承认他对你的爱 但请你别因为这样子呢 就认为他对你是最兴趣 或者是认为他不爱你哦 他就是太爱你了 所以他要确保自己能够给你最好的 他无法停止提起你哦 在他的朋友面前他都会说起你 因为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你 你已经成功的 就是融合了他的无条件的爱 对你的爱对你的付出都是没有要求回报的 这个是最伟大的爱哦 因为见到你快乐他就快乐 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哦 就是他喜欢你 他爱上你 因为你是相信他的 你是最懂他的 他戴着面具 你就是能够看穿他 一直以来 你就是一个最棒的朋友 给他支持 给他鼓励 不知道对你而言 他是否足够好呢 所以呢 就是过去他就是会被动 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不够好 不够能够配得上你 请你给他一点时间吧 他比较慢的 他会慢慢的对你常开心房的 你是哪个那么影响着他的一个人哦 就是你 他才相信这个人间真的有真爱 看这个真欲拍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这张拍卡就是 你心中有恐惧的话呢 那么就让自己定下来哦 喝茶定一定精哦 不要让自己一直处在慌张恐惧的状态中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这张拍卡是要你度个假哦 会不会过得太紧绷了呢 是时候放松一下自己哦 远离电话远离电脑 看一下花草树木 再看还有什么 亲爱的啊就是好好的就是用你的金钱哦 啊该除去的那就除去吧 啊不要啊不该花的就不要花哦 所以给选到第一组给予你的建议呢 就是首先呢 让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哦 不要一直处在一直慌张恐惧的状态 可以喝杯茶的 或者是约对方喝喝茶 把你心中的顾虑啊恐惧 所以说出来要大家要面对好好谈谈哦 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大自然的地方 啊去接近花草树木 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心境也会不一样 如果你啊 顾虑的是金钱方面的 那是时候呢 就是去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啊 金钱哦 啊要记得要做储蓄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拜卡汉 整体的建议给选到第一组 好了这张牌卡就是啊 是时候放下你的面子哦 太过的把尊严面子放在第一位的话 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啊 最后啊 将来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值得的 为了那小小的面子呢 去失去了一份这么重要的幸福的感情 将来可能会后悔哦 所以再三次以下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祝你好运哦 一切顺利 如你所愿的进行 将来对方会有更多有趣好玩 开心的事情可以发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来自对方的情书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情书 里面内容说些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情书 内容说什么 好了 以主题排卡来看 他已经改观了 这个人他不再像过去了 他已经喜新格面变得不一样了 你是那么影响着他 是你改变了他 他跟你之间他觉得是很相配的 你们在一起可以达到一加一等一三的效果 他现在很清醒 意识到了你是那么的好 意识到了你的优点 选到第二组来自对方的情书 首先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说他过去可能错怪你了 又或者是对你带着有色眼睛 就是错伴你 所以现在他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他对你改观了 是你改变了他 你就是那么的影响着他 在跟你相处的日子 他发现原来你不是他想的那么恶劣的一个人 你是那么善良 你是那么的好 你的优点是那么的多 他现在很清醒很清楚的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你的优点 你的好 希望一切不会太晚 他想跟你一起就是结盟的 就是他怎么说呢 就是跟你一起就是走下半辈子 他相信你们在一起的话 可以一加一等一三的效果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来自对方的情书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要补充 请原谅他过去就是可能乱说话的 令你生气 他现在就是经过平静的心了之后 他现在变得更成熟了 他会更好的去表达他自己 他很期待可以跟你见面 如果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约你 希望你可以接受他的邀约 他不会再跟你吵吵闹闹的 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子一直误解你 他实在度日如年 没有你他过得好无聊 他很想你 只有跟你在一起他觉得才是幸福的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还在学习如何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他知道他可能过去就是得罪了你 现在他想向你求和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向你前进 他怕你还在生气 但请相信他还是在默默的有在关注着你 再看 他发现你越见越爱 越看你越觉得你动人美丽 越觉得你更多的优点 对你很满意了 经过他一段时间的独处深思熟虑 他终于弄清楚了 原来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你是那么的优秀的一个人 可以选到第二主义达罗派卡来看 来自对方的情书 他一直在赞美你 他过去是误解你了 所以可能你们是不打不合吧 就怎么说呢 不打不相识吧 他过去就可能牙尖嘴利的 说一些侮辱你的话 或者是在误解你 所以现在他变得更成熟了 他现在更清楚 意识到原来自己过去是那么的错 他现在很冷静的告诉你 他知道错了 过去他给你的污蔑都是错误的 他想要邀约你出来喝个茶 这样子大家好好有说有笑的去培养感情 他真的觉得你很不错的 请你别拒绝他 因为他发现没有你的日子 他过得很无趣无聊 好闷很苦闷 只有你能够填补他心中 你能够坑洞洞 跟你在一起他才是温暖快乐的 你就是他的幸福 他虽然说了无数遍的对不起在他的心中 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去面对面的告诉你 他不知道你是否还在气他 你还会给他机会吗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还是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你 在关注着你的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原来你是那么优秀的 他越来越离不开你 他越来越发现你是很好的 原来你是那么的优秀 他没有过去自己误判了你 或者是看错你 就现在很后悔 他很惭愧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就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再给他机会的 他想跟你发展 尝试看是否能够走到白头偕老 看资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永远都不会抛弃你 他迫不及待想跟你重见 就是重逢跟你再次的见面 有太多的事太多的话还未说的 在你们之间他不想留有任何遗憾 你应该不知道吧 他已经喜欢你好一段时间了 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他知道也许他自己只不过是你 一个解忧的对象 当你就是不开心 正好他出现了 正好能够帮助你解忧 当他遇见你了之后 他发现他的愿望 他的心愿被达成了 你就是他梦寐以求想找的梦中情人 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欢乐欢笑声 都是因为你哦 他一见你就笑哦 他要的就是你 过去他从来都不相信真爱是存在的 遇见你他才知道原来 人间是有真爱 可以选到第二主义之客来看 他说亲爱的 你放心吧 就跟他交往吧 他不会抛弃你的哦 他很迫迫及待的在跟你重逢的 他很想你 他不想留有遗憾哦 你们之间有太多的误解 有太多的话 太多的事没做的 你应该不知道吧 他爱上你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但他心里是知道 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他 你只是刚好需要一个人在身边 正好他出现 但无论如何 他还是很亲近能够遇见你哦 你就是他梦寐以求想找的梦中情人 当跟你相遇了之后 他觉得他的愿望被实现了 每当见到你 他就会大大的笑容 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喜事 而是因为见到你呢 他就莫名的快乐 他要的就是你 你就是他的快乐 你就是他相信真爱的理由哦 过去他不相信真爱是存在的 自从有了你 他才相信原来 这个人间是那么的温暖 是真的有存在的真爱 看这个神域培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讨呢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相信吧 相信吧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哦 奇迹是无处不在的 奇迹是留给相信的人 保持正面的话 好事就会降临哦 好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再看还有什么建议呢 庆祝一番吧 你的这一份爱呢是值得庆祝的 是值得开心的 所以呢 不管有什么小事都好呢 都值得庆祝哦 再看 因为对方有个浪漫的 约会或者是晚餐这样子哦 好好地表达你的爱 就让你自己的小窝呢 可以就是添加一些色彩哦 在你居住的环境呢 可以就是布置一下 让自己生活过得更有 怎么说呢 就是更更更开心吧 就是当你就是身边 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 嗯 就布置一下 也会开心哦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给选到第二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这张牌卡世界的牌卡到来哦 恭喜哦 不错 你的努力真的是被看见的 你的努力会有所回报的 就算现在还会实现你的梦 但已经不久了 这份感情 在往好的方面在进展哦 要相信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快乐人生哦 接下来与对方有更多 值得庆祝的好事喜事可以发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直接找我的主题是 来自对方的情书 收拾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想给你的情书内容说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下 对方给你的情书内容说些什么 好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一直有在就是努力哦 他不是偷懒的 大家的专长不一样 大家的长处不一样 他会慢慢的捡起自己的碎片 重整自己 然后走向你 他想让你知道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哦 希望你给他多一次机会去相信 他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 你选到第三组来自对方的情书 首先你自己拍卡来看 他说他真的有在努力中 他有在进步中的 请别认为他在偷懒哦 他真的有在就是行动的 只不过那个动作会比较慢一点 可能跟不上你的脚步 但请你别诬蔑 请你别误解他是在偷懒哦 这个很冤枉哦 因为他已经就是 拿出他最一百分的努力呢 去想要做到更好了 也许达不到你的那个高标准 但请别说他在偷懒的 大家的长处不一样嘛 或许在这方面 他不够你强 但不代表他不努力哦 他会慢慢的捡起自己的碎片 重整自己 变得更好的去展现给你 为的就是要你希望 就希望你能够相信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哦 他是可以值得你考虑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哦 看塔罗怎么说 来自对方的情书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要补充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他现在呢就是觉得啊就是啊 很多的阻碍很多的麻烦在他的面前哦 你要他冲向你 你要他做给你的事情 或许你认为好容易 但对他而言就是有很多看不见的阻碍在他的面前哦 但他没有放弃哦 他还在用他最大的努力 所以想要把呈现出这一切的美好 再看 他希望你可以尝试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一下哦 大家的优点长处不一样嘛 所以心里别只是用你的那一把尺呢 去衡量他 他深深的爱着你哦 中毒太深了 已经停不下来了 对你的爱是停不下来的 为了能够 令你开心呢 他可以就不顾一切的去做他最大的努力 对你的分文反应好强哦 对你是真心的 心里相信他是 真心想要 你们可以有一个长久的未来 他对你是认真的 这些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话哦 他真的认为你们是灵魂伴侣的 他很清楚哦 他很清醒的意识这一点 就希望你相信呢他是可以照顾你的 让他来接近你靠近你把爱带给你吧 给选到日常主义陶罗派卡来看 来自对方的情书哦 他说现在呢他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困难的 可能他是自己解释不到 或者是 你见不到的 他有在努力中 或许无法达到你的高标准 但他真的是有苦难言哦 就希望你多一点的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 大家的长处优点不一样嘛 可能在这方面他不够你强哦 对你而言容易的事情 对他而言他就是觉得比较难 但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而退缩的 因为他对你付出了真心 他真的爱上了你 多苦他都愿意去冲向你去尝试哦 他一定会拿出他最大的自信努力 去把呈现出自己最可靠的样子 就希望你能够相信他可以给你一个未来 这都是发生内心的真话哦 他没有想要欺骗你哦 他真的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个很强的连结感哦 就好像前世就已经定下了的因缘 这一份是灵魂伴侣的感情哦 他已经着火入魔的爱上了你哦 他停不下来 他希望你就是再给他机会的 再干一下 他可以多努力给他一点时间 他会用他最大的热情去冲向你哦 他很果断的做了这个决定 希望你不要拒绝不要抗拒 让他来接近你 让他来爱你 让他来把幸福带给你好吗 看资卡怎么说 以前到底算出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对你动了情 他有这个计划想带着你去旅行哦 想出镜感情拉近距离 他现在很想要知道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他想得到一些确认 最近的你就是变了好多 你进步的很快 觉得跟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他好担心你会觉得他配不上你 是你激发了他的上进心的 好想要宠你哦 把你宠坏哦 把最好的都给你 亲爱的他希望可以娶你或嫁你 他现在好后悔哦 后悔什么呢 他喜欢跟你一起过他的每一个时间哦 跟你在一起疯狂的度过 傻傻的度过 那些快乐的日子 给选到第三组 一字卡来看呢 他说他对你动了真情 他爱上了你 他想要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去约你去旅行哦 他有这个计划打算的 去带你旅游的 但最近的你好像进步了好多 跟你之间的距离好像越遥远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认为他就是 配不上你了呢 你激发了他的上进心 他会更加加快脚步的想要追得上你 他要做一个更优秀的人 给他一点时间哦 他会把你宠坏的 他会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他现在好想听听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你是否已经嫌弃他 认为他不够好而不要他了呢 亲爱的他还是想要娶你或嫁你哦 他现在好后悔 为什么不早一点说这一句话 他不想跟你分开哦 跟你过的日子是最开心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寻求帮助吧 不要把所有的苦都往肚子里吞哦 朋友是要来做什么的 就当你有什么苦水 有什么不想不同的事情的 都可以找朋友倾诉一下 或者找对方就是倾诉一下哦 就是不要什么问题都往内吞自己面对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或者祈祷哦 请求天使的帮忙 放慢脚步吧 对方已经说了他可能跟不上你的脚步 你太厉害了 你太能干了 慢慢来哦 就是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终点的 要享受一下那个过程 再看 有时候他达不到你的期盼 不是他的错哦 或许你的要求太高 再看还有什么呢 新的开始哦 让自己醒一醒 这个公鸡叫醒你哦 叫你说啊 新的开始到来了 昨天的就 让他成为过去吧 不要因为昨天呢 又污染了你的今天 然后呢就是 去浪费了本来可以很开心的一天哦 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给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这张牌卡的到来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哦 你们的感情呢 只是啊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关卡 就过了一个关卡是时候 庆祝一番的 或者是有必要呢就是开心一下哦 或许最近你们在感情中见面都是在争吵 见面都在说一些很严肃的话题 接着看是否能够 说一些比较轻松快乐的 有趣好玩的话题哦 恋爱就是为了要开心嘛 如果恋爱是痛苦的 那倒不如不恋爱是吗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哦 永远都保持好的心情 过每一天与对方相处愉快 谢谢观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谢谢观看 还有好朋友 我许计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